今天在青江路这边吃个狼牙炒鸡 88的套餐带螺蛳粉 今天真要我开眼的这个狼牙炒鸡 大公鸡炒鸡 鸡枕鸡头 鸡爪鸡脖 带了一个小酥肉 两个小凉菜 然后给你带上一个汤 88块钱拿下 这个炒鸡吧 说鸡不说八 这个炒鸡 其实在青岛这边布局已定 这些炒鸡店嘛 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像这个狼牙炒鸡 就在这个叫凯德是吧 凯德青江路一线 可以说是炒鸡界的天了 对吧 这个狼牙炒鸡也是邻仪炒鸡 也是用邻仪炒鸡的方式 万变不离其中 邻仪炒鸡几大配菜的特种 你一定要记住 饭瓣必须有 这种杭椒 特别辣方 这个杭椒必须有 葱头 葱段 红辣椒 必须有 这个是邻仪炒鸡的特种 鸡用的是大公鸡 确实这个肉质个个都刚刚了 而且这个鸡 油温到了什么程度 鸡哪时候入锅 炒到一个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出锅 对一个厨子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有句话叫 中国炒鸡看山东 山东炒鸡看淋漪 传说没有一只完整的大公鸡 能活着离开淋漪 第一次不讨厌螺蛇粉 是因为它没那个臭味了 就是这个炒鸡的汤完全跟这个 跟这个螺蛇粉融合在一块 是吧 我今天一进来 以前咱来过他这个店 我今天一进来看 我说你你家生意挺好了 没事换桌子 是不是人以前顾客觉得 他以前是铁桌子 现在都换成那种高一点的 是不是 说不是啊 我们生意太好了 我们去年在门口摆摊 结果让人给没收了 就这个呀 也得做这种饮流套餐 所以说2022年 你要不要干餐饮 你得心子心子 你看有些饭馆吧 你可以说它是酒店 就像啤酒屋 你去了它里面就是下酒菜 你吃饭非常不合适 有些地方嘛 你只能吃饭 你没有下酒菜 你像它这个地儿吧 就属于什么 又能吃炒鸡下酒菜 你还可以吃饭 又有饼子又有面条 又有这个螺蛇粉 就属于兼顾 就熟睡兼顾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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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